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哪裡 然後這台這台三號機 接下來歡迎是帥爸爸阿布 嗨 大家好 又來了 當然營養的成分呢 部分我們就要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一禮 哈囉 阿布其實來過我們的節目了 但是我上次沒有問你 到底你在家裡 雖然你長得帥氣又會做料理 但是到底是你做得比較多 還是太太做得比較多一點 其實都是交給我老婆做 我在追她的時候都是我做的 但是追到了就換她做就好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一種追女生的技巧對不對 而且剛開始都要做得很棒喔 是 接下來就越做越差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全部就交 妳做妳做妳做 交給妳做 這應該是妳故意的吧 其實有故意的 是 而且我老婆她以前 沒有那麼常在做料理 對 這是我的用心 就是我希望她也可以自己多嘗試 自己練習 這樣子她做出來菜 一定要越進步 這個我相信 因為我剛結婚的時候 也是什麼都不會做 是 就是慢慢的從火燒廚房開始精進 火燒廚房 所以燒掉區哥幾棟房 沒有 沒有到燒掉房子 但是就是有把幾個鍋子 給燒壞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弄到什麼樣的程度 妳會把那個鍋子要燒壞呢 就是不會做菜 然後其實明明就是炸物 就想說 炸物是不是應該要用一個 比較高一點的 深的鍋子 對啊 深一點的 結果我拿了人家煮泡麵那種生鍋 然後所以她那個 她那個油是會隨著那個外面那個 那個來延伸上來 對 黏上來這樣子 對 所以她一下去炸的時候 火又大的時候 她鼓勵就 真的假的 太危險了吧 然後我又用水去潑 就 真的 會誇張嗎 人家不是說火上加油 你火就是火上加油 就不行啊 對 所以一緊張就不行了 然後後來驅哥趕快煙火氣拿出來了 太誇張了 那妳後來歷經了這樣子的慘況之後 就慢慢的激進了 我的那個想要把菜做好的一個決心 對 然後就慢慢學 然後慢慢做 那其實我有 我曾經學過了 就是只學了食道菜 食道菜可以請不同的人來 感覺大家就是都沒有吃過 因為只要食道拿手菜 就可以糊的 把別人糊的一愣一愣的 對 沒錯 所以我那個時候 愛做菜的時候 我就常常一天到晚 請不同的人來我家吃飯 真的假的 下次妳要請我們去你家吃飯 然後每個人都說 好厲害好厲害 結果大家一討論說 你知道Vicky很會做菜 對 當時他家有吃到那個 豆磊蝦球什麼的 那個魚啊 就在切豆腐魚啊 還是什麼魚啊 都是一樣的 怎麼都一樣 對 但是問題是 我想要問Vicky姐 你們家那麼多小朋友 小朋友到底好不好照顧 挑不挑食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 越小的越不挑食 真的假的 從小的時候就給他 什麼都給他試 都給他吃 真的嗎 前面幾個就開始長大了 會有自己的 自己的個性跟意見了 所以就開始會知道說 喜歡吃什麼 不喜歡吃什麼 所以他們就紅蘿蔔不吃 紅蘿蔔不吃 紅蘿蔔不吃 但我覺得紅蘿蔔 就是很多小孩都不喜歡吃 對 蔥雖然因為是辛辣的東西 他們不吃也OK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說 那你們就自己挑起來這樣 你算是比較好的媽媽 有些媽媽就是故意 就是你不喜歡吃 但是我覺得越放那個東西 進去給你吃 但是這樣會讓他們造成 對食物的恐懼感 心裡更有恐懼感 對 不過說到孩子多 為什麼我上次來PK 是PK生了三個小孩的小可 對 今天來是生了四個 那我想問一下 可是找不到那個炮灰 所以就發我來這樣 我想問一下 那一集是小可贏還是你贏呢 小可贏 小可是媽媽 而且她超會弄小孩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她想要做的料理 我有一點 我有一點緊張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連我都想吃 她做的那一道菜 可是我滿想吃你做的那一道 到底是什麼料理 我們當然就要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什麼 我們把棒子交給我們的大愷 讓我們看看大愷 現在在市場幫我們找到什麼 今天的特選食材 來看 今天珍奇豆豔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奇珍異果 對不對 到底妳今天要跟我們介紹 什麼異果呢 是喔 來 介紹一下我們家的 頂級綜合堅果 綜合堅果 它裡面就是 都是挑選自己愛吃的品項 然後去請朋友就是幫忙 全程低溫烘焙拜光 那妳一定不知道堅果有主題曲 好 你說 我告訴妳堅果的主題曲就是 堅果咧 好冷 好冷 我被謝老闆這麼早 說好冷 好啦 沒有 那還是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堅果我也常吃 綜合堅果一整桶 對不對 那這個有什麼特別之處 有喔 我們家的堅果出 那就是說自己挑選 都是頂級的品項 對 它裡面內容物有 核桃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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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真果 對 還有 巴西真果就是 開心果對不對 不 巴西真果是這個 對 好特別喔 通常這個叫巴西真果 看起來像大蒜一樣的 是的 巴西真果 杏仁 雙子 腰果 是的 那因為它是原味 對 我沒有加鹽加糖 所以我就是配了一些果乾 對 就是黃金葡萄 還有一般的葡萄乾 還有蔓越莓 還有中東野藻 所以它的口感層次很豐富 等於說有鹹有甜對不對 對 你不會覺得單調 那還有就是要告訴朋友 就是盡量如果選擇堅果 就是選擇低溫烘焙的 低溫烘焙跟高溫烘焙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有 我們常常被我們自己的口感 或是味覺給誤導了 大家就覺得酥酥脆脆的好吃 對啊 可是因為它是高溫烘焙 所以你的油脂 堅果的油脂都流失 因為我們知道 堅果萃取出來的油 是最好的油對不對 是 它的不飽和油脂 所以對心臟血管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不飽和脂肪酸 那低溫烘焙 低溫烘焙其實它只要時間拉長 它的口感一樣可以很好 但是 那這樣子說起來 低溫烘焙是我買這些 堅果回到家 我就可以自己做烘焙嗎 你不用那麼麻煩 你要跟我買就好了 不是啦 我跟你講 因為有些消費者他就想說 那假如是低溫烘焙的話 我家裡面有烤箱啊 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對不對 你可以設定在100度以下 100度以下 780度 如果低溫烘焙 它不易有油耗味 那當然它也不是說 無限次保存 對 低溫烘焙即便是 你也要放在冰箱冷藏 我建議 所以就算是低溫烘焙 也要放在冰箱 對 它可以保鮮 因為這種天然東西 很容易氧化 對 所以可能在一陣子 覺得來不及吃完 它的口感就沒那麼酥脆 但是油耗味它可以避免 因為它不是高溫烘焙 所以我們要當聰明的消費者 記得吃堅果要選低溫烘焙的 對 保持所有堅果的營養元素 對不對 對 那堅果真的要多吃 為什麼 它的... 我一直講 它的油脂 其實是生活一般的動物性質 其實它對我們的心臟血管非常有益處 對... 所以每天酌量吃一點 對 有益無害 好的 太棒了 有益無害 至於綜合堅果要如何料理呢 馬上交還給紅內的主播 原來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堅果 堅果大家都很愛 我也很喜歡 像我們在家我們小孩也喜歡 可是他就是會 我們就買一整包的養生堅果 對 他們就會特別的挑 像我那個最小的小孩 他喜歡吃黑豆 所以他就會特別的 把黑豆都拿出來吃光 像我就是會整把整把這樣吃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特別挑核桃 核桃 對 然後另外一個又會把那種 那個叫什麼裡面 蔓越莓 蔓越莓 又挑起來吃 因為它們都是mix在一起 像我就是直接把核桃丟掉 然後其他都吃 不是 我不愛吃核桃 我是都吃 你是都吃是不是 尤其是晚上在看劇的時候 對 那一下子就沒了 你知道那一桶就是抱著 然後就一邊這樣 可是你以為堅果吃了就沒事嗎 因為大家都覺得堅果好像很健康 可是總比那些餅乾好 餅乾不是對洋芋片嗎 是沒錯 但是堅果的熱量超高 超高 超高 它是油脂 對 它一樣是油脂 它是很好的油 但它相對也是 我們一般在想像成的 像烹調用油這樣子 對 所以堅果熱量是很高的 其實是高的 但是因為本身堅果 如果你是吃的是 沒有經過就是油炸的 或是一般那種烘焙過的堅果 那它熱量其實是可以打個折扣的 大概打個7折左右 好 我們今天特選的食材是堅果 不過要提到堅果跟膽固醇 其實有相關聯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高膽固醇 大家聽到就是聞之色變 覺得好可怕 但是其實高膽固醇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是怕吃到壞的膽固醇 手肘出現球狀脂肪堆積 還有眼睛角膜有環織症狀 證明年僅22歲的男大生愛好運動 但卻因為低密度膽固醇過高 跑步差點猝死 壞的膽固醇的話就是所謂的低密度膽固醇 它超過130的話就過高 另外一種膽固醇是好的膽固醇 就是所謂的高密度膽固醇 它的素質越高的話 對病人越好 膽固醇有分好跟壞總膽固醇 一公升約200毫克 好的膽固醇正常應該在40毫克以上 壞膽固醇則是要控制在130毫克以下 只要多1% 油脂就容易附著在血管壁上造成狹窄 嚴重腦中風或心肌梗塞 避免一些油膩的食物 其中包括了肥肉 還有一些豬油 海鮮 內臟 或者說蛋黃類的食物 醫師建議壞膽固醇過多 一般有三種療法 飲食 運動 藥物控制 多吃堅果 魚類 大豆 並增加代謝 平時就要控制好比例 就王志文 周迪台北報導 看完新聞之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膽固醇 有分好的跟壞的 那到底跟我們今天討論的堅果 有什麼關聯 其實息息相關 因為一般我們在講說 要預防心血管疾病 我們希望我們體內的 所謂的一個低密度膽固醇 它是越低越好 對 然後高密度膽固醇 就是我們俗稱的好的膽固醇 我們希望它增加 我們吃堅果 如果是適量的堅果的話 很多研究發現說 適量的堅果 可以讓你的好的膽固醇把它增加 壞的膽固醇下降 所以就具有 預防心血管疾病的一個好處 然後另外 堅果其實有一個俗稱 我們稱為它是植物中的魚油 植物中的魚油 對 我們一般 我們通常如果要 吃得比較聰明 我們不是說 希望吃一點深海魚 裡面有Omega 3的脂肪酸 因為深海魚是動物性的 如果今天你要從植物裡面 來補充的話 堅果是一個非常好的來源 剛剛提到核桃 核桃是在所有的堅果裡面 熱量最高 但是 真的喔 人家不是說吃型補型 那核桃就可以補腦 核桃是這個補腦 對 因為它裡面的油脂含量最高 所以其實Omega 3的脂肪酸 也最高 沒關係 我可以吃別的堅果 來補 你可以吃一些腰果 或是說杏仁這些 妳應該不用補腦 補腦是像我們這種 我還是需要 有時候腦也是滿空的 所以其實堅果除了補腦之外 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它對視力也有幫助 所以其實它補兩個器官 對 可是現在不是大家都提到說 什麼堅果有什麼膳食纖維 有什麼膳食纖維 堅果除了補腦之外 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它對視力也有幫助 所以其實它補兩個器官 對 可是現在不是大家都提到說 什麼堅果有什麼膳食纖維 有什麼膳食纖維 其實堅果本身 它除了油脂來源之外 還有膳食纖維 它其實可以幫助腸道蠕動 然後另外還有很好的所謂蛋白質的來源 另外如果你是屬於血壓高的 或是脾氣容易壓起來的 或是壓力大的 其實它適合吃堅果 因為堅果裡面有一些礦物質 包括鈣 鋁 鋅 鐵 其實都很豐富 真的嗎 所以可以讓你穩定情緒 所以吃堅果可以穩定情緒 結果為了穩定情緒 然後我變成一個大胖子 這樣要算嗎 所以小朋友其實零食可以給油脂 因為小朋友他就可以吃一點油脂 然後又可以讓他腸道蠕動 然後又可以讓他穩定情緒 但我覺得怡里妳講錯 我覺得最需要穩定情緒的是爸媽 所以爸媽要說我 要管教小孩的時候 真的很想要大罵 妳們又這樣子 吃堅果 對 你知道我們堅果一放 或是保存不好 就潤氣 然後潤氣就不好吃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樣子 我們又不知道該不該吃 到底堅果要放到怎樣 或是要怎麼保存呢 其實堅果 第一個妳買回來之後 如果沒有開封 其實放在室溫下是OK的 但是一旦打開之後 建議一定要放在冷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的天氣很潮濕 堅果很容易有一些 所謂的黃麴毒素的問題 黃麴毒素它是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它發霉 你也聞不到它有味道 可是黃麴毒素會造成 如果你常常有吃到 這種黃麴毒素的東西 久了會造成肝癌 對 所以其實 你有變成你以為吃好東西 就會造成後面的一些不好的問題 除了堅果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是很容易有黃麴毒素 而且花生裡面的花生糖 如果你沒有保存好的話 真的假的啦 它的黃麴毒素非常的高 花生糖很好吃耶 所以記得一定要買回來放冷藏 就是你買回來 只要打開之後一定要放冷藏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放在室溫下 它有潮濕軟掉 軟掉就不要再吃了 真的 我以為軟掉再烤一烤就好了 還是說如果受潮軟一軟 軟掉就把它放在乾鍋裡面 稍微炒一下 這個是如果你放在冷藏 是可以的 因為黃麴毒素有個特性 就是它如果是在12度C以下 像我們一般冷藏的話 是12度C以下 它雖然有那個黴菌長出來 但是它不會有毒素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造成身體 那麼大的傷害 所以你可以大文化 可以稍微炒一下 如果害怕的話 只要潮濕其實我們建議 如果說室溫下就不要 所以你堅果買的話 第一個 最好是買單一堅果 比如說這一桶 現在流行動法是綜合堅果 對啊 就是那種一桶一桶那種的 賣場賣得那麼大一罐 對 什麼五六百那種一大罐 那其實你就會搞到放冷藏 因為如果你看我們的果乾 它其實是濕濕的 那堅果其實是脆脆的 那你有時候放在室溫下 它容易吸濕 然後它果乾的水分會影響到 那個所謂的堅果的脆度變軟 所以盡量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還是放冷藏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 吃比較久比較大桶 我建議是要分開 就是比如說這個是杏仁 這個是核桃 這樣分開買 或者是你買回來之後 好麻煩喔 沒辦法 因為堅果是很好的食物 可是你要吃到它的健康 你就要懂得保存 然後另外把它小包裝 小包裝放在一起 放在那個蜜蜂罐裡面 放在冷藏 你要吃一次就拿小包裝出來吃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呢 趕快吃掉 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不過我們今天談到堅果的好處 可不是說我們今天拿大桶 大桶的堅果進來吃 我們今天是要把堅果 給放到菜餚裡面 讓小朋友吃 當然我們的評審 是四位可愛的小朋友 所以Vicky姐 家裡有四位小孩的 應該很厲害吧 超厲害的感覺 其實我今天要帶來的料理 是我們小孩沒有吃過的料理 這假的 這料理是我剛從韓國回來 帶給我的靈感 好 我今天帶來的是 南瓜堅果餅 南瓜堅果餅 對 這是Cookie的感覺嗎 沒有到Cookie 它是有一點點軟軟的那種煎餅 是軟軟的喔 對 是比較接近鬆餅的感覺 因為看起來感覺是脆脆的 類似 它是煎的是軟軟的 對 這好適合我們下午茶吃 它就是裡面 就是以那個南瓜為基底 對 那我也會把堅果類的東西 就是稍微就是把它打碎 對 夾在裡面這樣 這個吃起來是甜的還是鹹的 甜的 是甜的 對 我就說Vicky媽媽最懂小朋友口味 小朋友愛吃甜食 尤其我們裡面有一位 是甜點鐵票的 我有聽說 對嗎 甜點鐵票有些 我好怕他今天不學我我就玩 對 如果甜點鐵票沒選你 那你就糟糕了 對 不過阿布爸爸平常就是 雖然結婚之後都交給老婆做 但是他今天也是有打聽 聽說你這道料理 因為我剛剛看了我也很想吃 想吃嗎 對 我也想吃 其實剛剛一開始聽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本來也想做甜食 對 對 但是因為有一位營養師在這裡 如果太甜可能會被他打槍 對 他會打槍 但是我沒有投票捲 他沒有投票捲 重點是老師要點頭覺得好 沒錯 所以你今天端出什麼料理 我今天帶來的是 蛋香 鮪魚 鳳梨 脆脆飯 我覺得這個好健康 喜安重要叫脆脆飯 我不要寫堅果在上面 小朋友不在 我沒有放堅果 我就是讓它吃起來脆脆的 脆脆的 不要告訴它是什麼東西 不要告訴它是什麼 小朋友我覺得都很喜歡吃炒飯 大部分小朋友喜歡 尤其像我以前小時候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是 鑰匙兒童 對 有時候我媽媽炒好飯 然後放在那個叫我回家 電鍋自己蒸一下 每次都是那個口味 對 很無聊 所以後來我就發明了一些 離離扣扣的口味 比如說 好厲害 羊芋片炒飯 我就自己加工 我把我媽媽炒的炒飯 然後把羊芋片剝碎 然後那邊炒一炒 然後拿起來脆脆的還滿好吃的 真的 你是屬於那種創意料理王 對 還有乖乖 對 而且一定要五香乖乖 五香乖乖很好吃 五香乖乖很好吃 這我沒想過 可是我有失敗過一次 真的喔 用什麼 我用MM巧克力炒飯 那個超鵝的好不好 後來變甜的 因為它動畫的時候就黏 這個超鵝的 我跟你講 創意料理真的不是人人能做 但是我一開始真的是要 我真的很不忍心 要潑阿布一盆冷水 因為你知道我們四位小朋友當中 有一位超討厭魚的 真的假的 他上次有一個人做鮪魚 他就整盤放在那邊都不吃 還是說改個名字 把鮪魚貼起來 摺起來 蛋香鳳梨脆脆飯 好不好 等一下就騙他好了 蛋香鳳梨脆脆飯 沒有魚 好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這一集的 四位可愛小小評審 以及我們的小幫手 我們歡迎的是Ryan 帥喔 YOU 好 Jasmine 最棒對不對 公主 歡迎Rachel 公主 歡迎四位小朋友 所以接著下來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請點讚 好的 首先登場的是阿布 今天要做的是蛋香鮪魚鳳梨脆脆飯 不要搶那兩個字 蛋香脆脆飯 對… 蛋香鳳梨脆脆飯 好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我們可以看到是有白飯三碗 蒜頭兩瓣 洋蔥二分之一個水煮鮪魚 雞蛋三顆鳳梨罐頭 無調味的綜合堅果 橄欖油三湯匙 鹽少許跟胡椒粉少許 其實食材不少耶 其實是滿複雜的 對 就是做一些調味 那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先 我今天選用的這個鳳梨 其實就是鳳梨炒飯 那我是用那個… 鳳梨罐頭嗎 是用鳳梨罐頭 對 但因為它帶一些甜味 就是新鮮的會比較酸 對 然後我今天選擇的是用糙米去炒飯 對 這一點有讓我對它加分 對啊 好健康喔 因為我覺得它今天真的帶著新鮮來了 因為是給小孩子吃的 對啊 所以它特別在米上面 它選擇了糙米飯 是 而且重點是選擇糙米飯 也衝著劉依林營養師來 當然 糙米飯叮咚叮咚 我就覺得阿布可以加分 我今天選的每個食材 都是要讓老師一看到就 嗯 但是不好意思 他不能投票 沒關係 好吃健康最重要 重點是做給小朋友吃要健康 沒錯 好 怎麼做呢 什麼食材 蒜頭 那個 蒜頭小小顆的那個有沒有 拿兩顆好不好 還有幾顆 兩顆 然後洋蔥幫我拿一顆好不好 洋蔥 你會知道是哪一個嗎 他知道 洋蔥 然後還有雞蛋 好不好 幫我拿這三樣東西 出發 幫我拿這三樣東西 出發 那個 Jasmine我順便那個橘子 阿姨也滿喜歡的喔 我想吃玉米耶 蛋 Ryan你幫一佩姊姊拿一個玉米 Ryan 不行啦 Ryan你幫一佩姊姊拿玉米 不行啦 不行啦 小心這個 他很聰明 很聰明耶 對啊 來看看有沒有拿對了 蛋 叮咚叮咚 洋蔥 洋蔥 沒問題 叮咚叮咚 還有蒜頭 蒜頭整個拿回來 真的耶 對 待會兒Vicky姐如果要用 她就沒得用 好 就是這樣 這是我今天甜的 她是甜的 對啊 等一下再放給她 好 怎麼做呢 OK 我們今天 先來做炒飯的部分 炒飯其實就是把洋蔥給切丁 然後下去炒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小器具在 小道具 對 所以我們就用小道具來做 有這樣的小道具 其實可以幫助媽媽 蠻多的 你把它弄到這裡 對 其實很方便 好咧 等一下我們的蒜頭也進來 蒜頭也可以切 我們要爆香 當然也要一些蒜頭 不是 因為重點是 你切蒜頭跟洋蔥 手都會臭臭的 對 所以你現在丟進去 咔一下就好了 壓一下就非常方便了 壓 吃得好了 切得好好的有沒有 全部都切好了 都切碎了 而且重點洋蔥不會流眼淚 超方便的 而且 好啦 因為我要節省時間 身為一個男子 你怎麼可以這麼偷懶 你應該是要很帥氣的 展現刀工 其實我本來想要秀一下 但是為了節省時間 讓小朋友可以參與一下 好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然後所以 所以我先把洋蔥跟蒜頭 都爆香過後 然後 你要打蛋嗎 你要打蛋 我等一下給你機會打蛋好不好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鳳梨的部分 鳳梨其實我是罐頭的部分 但是湯汁不要用 湯汁不要用 然後我們把它切小塊一點 對 我們也用這個好了 反正都已經拿出來 鳳梨也可以嗎 反正就一起下去 所以他們會一起 一起弄 一起下去炒 對 你們要不要壓一下 我也壓 你還要 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來 預備 1 2 3 壓 就放在上面 OK 好的 其實鳳梨炒飯的部分很簡單 它就是把 我們把鳳梨稍微切碎一點 然後讓它進去 也不要太大塊 基本上每一個食材 都差不多大小 不是 重點是 我覺得以後根本沒有什麼 刀不刀的問題 對 你為什麼會不會切菜的問題 是不是 反正我把這個洋蔥蒜頭 都爆香過後 把鳳梨也下去炒一炒 然後連糙米飯一起 我今天把它炒起來了 因為這需要一點時間 是 聞一下香不香 這個我超想吃 Vicky姐怎麼辦 我想托她一票 想不想 想吃 想不想吃 贏了 拜託這個給我當晚餐 連我自己都想吃 不是因為聞到 而且重點是 她今天都在加糙米飯就對了 重點是這位先生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堅果 主題來了 對 堅果 我需要我的小幫手 幫我忙好不好 好 小幫手來了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堅果 稍微壓碎 那堅果剛剛我用那個鍋子 稍微炒過 對 讓它的香氣再出來 香氣跑出來 來 都下去好了 好 全部丟進去 誰可以幫我 我們兩個 可以嗎 那還是Ryan比較有力氣 妳幫我好不好 妳幫我把這個 拿我扶著這個 好好 妳小心不要打到手 對 小心 來 妳手 放這邊好不好 她的志願是當鼓手 對 你讓她打就對了 所以沒關係 妳也有事情做 來 幫我一下 不過你鮪魚 什麼時候丟進去的 鮪魚是最後 我現在把鮪魚 這是水煮的鮪魚 對 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油 然後呢 因為我準備了蛋液 對 蛋 蛋黃 只有用蛋黃的部分 對 然後把它加進去 Jasmine妳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好了嗎 謝謝妳 妳幫我把這個 這樣抓著嘛 然後妳 因為那個鮪魚一塊一塊的 妳幫我把它抓碎好不好 鮪魚把它弄碎碎的 就是捏捏它 然後手上來一點 但是小心不要捏破喔 幫它做按摩 輕輕的捏按摩一下 按摩按摩 妳摸摸看裡面那個鮪魚 有沒有散開來 然後那個蛋液要包著它 鼓手繼續啊 這樣好不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剛剛把炒好的飯 放到這個大的碗裡面 放進來之後我們來看看 Ryan敲得超棒的耶 對啊 都碎碎的了 好 好 OK 來 我看一下 因為我想要讓它就是 堅果類可以多一點 所以我把一些堅果有沒有 直接灑在飯裡面 等一下把它拌在一起 就是堅果其實沒有下去炒 是堅果單獨炒完之後 要拌在飯裡面 對 其實都可以啦 但是下去炒 我是多一個小手續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稍微拌一拌 把它拌一拌 這裡有我敲出了粉 真的 我想吃這個 對 對 這個好香喔 它在飯的時候好香喔 對 重點是做法 雖然食材看起來很多 但做法很簡單 而且它其實 是這麼難啦 它這個其實我們稱為這樣 就是聰明飯 你知道嗎 聰明飯 吃了會變聰明 它其實有三個元素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一個 Omega 3的脂肪酸來源的堅果 然後綜合堅果 然後一個是鮪魚 其實鮪魚也是屬於 深海魚裡面 Omega 3脂肪酸很高的 也可以讓我們的腦袋 變得很清楚 是 對 然後另外它剛剛加的蛋黃 蛋黃裡面有卵磷子 其實也是幫助小朋友 腦神經發育很重要的營養素 所以它這一道 其實讓小朋友 整個都變得很聰明 而且它的營養成分 其實滿均衡的 營養成分很均衡 因為用糙米 其實它B群含量高 如果說你家裡有一些 要考試的小朋友 或是說正在寫功課 然後他可能記憶力比較不好的 這一道菜倒是還滿好的 記憶力不好的話 可以多吃這一道了 好 接下來阿布剛剛請Jasmine 幫忙把蛋 是 蛋跟鮪魚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呢 繼續完成它好不好 來 你把這個當作沙拉一樣 擠在上面 真的假的 擠在上面 慢慢請讓它平均一點 你是用直接生的蛋黃 對 因為稍微待會兒要進烤箱 其實本來我是 我是一開始想到的是用美乃滋 對 但是因為有營養師 所以我把它改成蛋黃 有來過果然不一樣 心機很重 這美乃滋就是蛋過的 對 我以為這裡只有四個小孩 可以騙 沒想到有個營養師 施算 分開一下 我跟妳看 它其實扮演得很重要 因為它都會打槍你們 對 我就覺得這個不行 又不健康 其實這個取代真的 那個美乃滋真的是非常好 沒關係 真的 我們把它拌一拌 把它拌勻 因為它裡面混了蛋液 它壓得超碎的 對啊 它使命必打你就是好香 對 超香的 我要吃這一道order 好香 為了讓它好看一點 我們再多加一點好不好 已經很美了耶 你到底要 撒上一點堅果 我跟你講 身為四個小孩的媽的Vicky姐 待會被你PK到 壓力很大嗎 大了… 我想要直接叫計程車走 OK 好 接下來我們就進烤箱 這好想吃 這個好想吃 這邊有成品 我們剛剛已經有先烤好了對不對 是啊 完成 聞一下香不香 好香 好香喔 上面的蛋液已經熟了 而且好漂亮喔 好香喔 Vicky姐妳先叫計程車 可以關心一下我們這邊嗎 不然讓妳聞一下嗎 不燙… 好 好 Rion哥 Rion哥 來 Rachel姐 Rachel姐 微醜妹啦 好香喔 是不是很想吃 小朋友們想不想吃 我都想吃 想 這一道料理 竟然連Vicky姐都想吃 接下來 我們就換Vicky姐算是甜點登場囉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看完阿布示範是鹹的炒飯之後呢 Vicky姐要上場的是 南瓜堅果餅 是甜食喔 吃了那麼好吃的那個 它的炒飯 我們當然要來個甜點 對 是不是甜點王 對 馬上拉票 那我們要不要看一下我們的食材有什麼呢 對 我們的食材有 綜合堅果適量 南瓜400公克 太白粉40公克 糯米粉50公克 鮮奶油20公克 以及糖25公克 其實它是一個蠻簡單的一個料理 跟小孩子也可以一起完成它 對 因為很多爸爸媽媽可能會想到說 做餅或是做蛋糕之類甜點 是不是很難 但是聽說妳這個方法很簡單 很簡單 對 那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完成 那我現在可以麻煩兩位小助手幫我拿上面的東西嗎 那我們看到南瓜 誰知道南瓜打什麼樣子呢 誰知道 燙燙燙燙 妳知道嗎 那Rachel妳幫阿姨拿南瓜可以嗎 好 那帥哥 甜點王妳知道鮮奶油長什麼樣子嗎 知道 就長得跟那個 鮮奶一樣 鮮奶的包裝一樣 然後還有妳們剛剛很喜歡吃的堅果 知道嗎 知道 OK GO 好 妳們現在去拿 鮮奶一樣 鮮奶一樣 鮮奶的包裝一樣 然後還有妳們剛剛很喜歡吃的堅果 知道嗎 知道 OK GO 好 那妳們現在去拿 南瓜 然後呢 堅果 堅果 好 拿回來 拿回來 厲害 厲害一轉眼 全部都出現在我眼前了 好的 這就是我今天的食材 南瓜 堅果 還有鮮奶油 OK 謝謝 謝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剛剛已經就是 我們已經先把那個南瓜 蒸過了 對 所以這南瓜是熟的了 所以我們就先放在這個大器皿裡面 把對爸爸媽媽的氣都放在這上面 好的 預備 來 小心手 小心手 讓你幫它壓住 還滿氣的 有一些比較那個的 打不到的我來幫妳 好 稍微再把它弄一弄 OK 好 好了 那我這邊有一些比較碎的 對 我就先把它加在這裡面 然後其實我還想要把那個 我還有把裡面的一些 葡萄乾啊 跟那個 蔓越莓 特別挑出來 把它切成細細小小的 加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等一下 裡面有夾雜的一些 酸酸的感覺 口感會更不一樣 就是酸酸甜甜的感覺 對 等一下要讓它 弄成形的東西 有少許的太白粉 太白粉 不要加太多 因為我們現在剩下的東西不足 好 然後這個是糯米粉 對 可以讓它稍微澄清 一點太白粉 一點糯米粉 對 所以我還是稍微 加了一點點糖 對 你不能因為 想要收買肉依好嗎 沒有 這個糖是錄影前 最後要加的 甜食控 甜食控 不是 是因為今天的南瓜 其實沒有這麼的甜 對 煎奶油 對 其實南瓜確實它維生素A 需要一點油脂 真的 但是因為其實在國外 我們都建議就是 用一點新鮮的堅果下去 入這種點心 那到底要吃到多少 才達到我們健康的訴求 通常我們會希望吃到一湯匙 大概就是一把的 兩三十克左右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如果一天要吃到堅果的話 其實一把其實就夠 這樣子 那大人呢 我們抱整桶吃大概是 太多了 大人大概是最多 也是兩湯匙左右這樣子 對 兩湯匙其實沒有很多 對啊 那個一大桶的堅果 如果你仔細看那個熱量 大概都會有2000大卡左右 2000大卡 很誇張 因為它其實就是油脂的熱量 100公克就2000 就是喝油嘛 對 它其實就在一點 它其實就是油脂 所以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像我們今天把堅果入菜 是非常健康的 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把堅果 有時候會覺得 我們隨時做一個補充 對 事實上隨時補充 有時候真的是熱量會過高 那在國外 其實他們建議的是 反而是把它入菜 對 那入菜其實溫度也不要太高 通常我們堅果稍微烘焙一下 大概120度C左右 然後再來低溫烘焙 這樣子的堅果其實是最健康的 所以我們選堅果 我們說要低溫烘焙堅果不好 對 不要用那種就是油炸的 或是高油的 高鹽那個都不好 好了 Linny姐這樣已經揉好了 是一個麵團的感覺 好 那我現在就是把它 壓就是弄成這樣球狀 對 那我等一下就請兩位助手 幫我壓扁扁 那你們等一下就在這裡拍拍它 拍拍拍拍拍 然後這樣子 反面拍拍 這邊拍拍 把它拍成一個餅 就像一個餅乾這樣子 圓圓的餅一樣 好嗎 其實這我就可以讓小朋友幫忙 對啊 就是只是把它壓扁而已 來 壓扁扁喔 像這樣子喔 輕輕的壓就好了 這樣子 輕輕的壓壓壓 那因為我們的食材準備的夠 所以我們就可以大顆一點 這道料理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太多了 我一直以為做餅很難耶 就只是把那個粉揉一揉 吃起來它其實不是乾乾澀澀 它其實脆脆的 它其實是有一點QQ軟軟的 因為裡面有加了糯米粉跟太白粉 很多人現在喜歡去錄影有沒有 現在帶小朋友去錄影 其實我覺得這道也可以準備 當作點心 因為很簡單 好 然後Vicky姐做這道料理 讓我想到 如果要把它換成大人的味道 就換成芋頭 有沒有 變成芋泥球有沒有 對 我喜歡芋泥 這樣超好吃的感覺 下次我們弄一個芋頭料理好 對啊 我覺得芋泥好好吃喔 好 你們喜歡什麼樣的 你們喜歡這樣的型是不是 對 好 那阿姨再幫你們多拿幾顆 好 再弄一個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的 好 因為讓他們享受一下 就是一起料理的過程 Rachel在等你 對 來 好 一人用兩顆囉 一人用兩個就OK囉 好 那因為我剛剛也有 就是在外面就先把它煎好了 對 所以要煎的時候是用大 什麼什麼火 油不用 第一就是油不用太多 第二就是用小火煎 然後煎完之後 其實它都是熟的了 我其實煎的目的 只是讓它上色跟把它的形定型 了解 對 所以要煎到酥酥脆脆的感覺還是不小 我沒有煎到酥酥脆脆 我就是煎到上色的 OK 上色為止 好 了解 但是因為酥酥脆脆的話 那個火喉要更小心 是 對 那我因為 你知道嗎 一心只想要贏 所以呢 我就在火喉上面特別的 小心之外 又怕時間來不及 所以我就是 只是幫它上個色跟定個型 了解 我們成品已經做好了 好漂亮 這我好想吃喔 那有沒有 有沒有很韓式的感覺 有 儀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說 Vicky姐做的這一道 它的營養成分 其實第一個 我們這一道其實當成很優質的點心 因為我們知道小朋友 除了蛋白質要增加之外 我們的澱粉也要增加 那南瓜呢 它本身護鹽維生素會很高 對 另外你其實吃南瓜的時候 會吃到一絲一絲 其實膳食纖維也滿豐富的 所以小朋友其實可以補充 我們的膳食纖維 還有護鹽的元素維生素A 因為它B群也滿好的 所以它其實 取代一般的那種餅乾 你知道一般的餅乾 外面餅乾很多凡式脂肪酸 對小朋友來講其實 加一些有的沒的 對 成長發育也不好 然後吃太多凡式的脂肪酸 也會變笨 所以其實反而自己做 當然沒有去剪這一道 就加了很聰明的堅果 其實這個也是聰明餅乾 了解 好的 到底是 阿姆的蛋香鮪魚 鳳梨脆脆飯 或者是Vicky姐 非常好吃的感覺的 南瓜堅果餅會獲勝呢 我們接著下來 就是小小美食的評審時間 好的 我們今天的料理是 一鹹一甜 當然到了我們的 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 四位 想要先吃什麼 四位大哥大姐 炒飯好不好 先吃飯飯好不好 所以我已經把炒飯攤停了 真的耶 先吃鹹的再吃甜的 對 通常是鹹食吃完再吃甜食 而且重點是現在 放飯時間他們應該餓了 對 他們應該餓 對 那個肉依你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就好了 重點是阿 你竟然騙過他了 對 我說他 最不喜歡吃鮪魚的就是他了 真的阿 他只要有魚的 他全部都有 你竟然騙過他吃兩口了 因為他根本看不出來 妳好棒喔 Rion覺得好吃嗎 然後兩個小女生在那邊互相 好吃 好吃 Rachel妳吃得很開心耶 Rachel妳有吃嗎 有喔好吃再吃一口 Rachel一直說好吃 好棒喔 很香喔 好吃 好吃 所有人都還滿買單的耶 對啊 對不對 是 我到底要不要叫計程車 不用…我覺得 我覺得妳那道還滿有機會 好 接著下來我們就吃甜食囉 好不好 甜的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吃甜的 而且是整個一口 Roy跟不用說 整口 一口吃下去了 夠甜嗎 Roy哥 有甜嗎 甜 甜 好 甜 Jasmine還在吃我的炒飯耶 真的 再吃一口 全部吃下去 兩個小女生都不放下炒飯耶 可是我還滿意外 因為通常應該是 對 還是說小朋友其實不太一定 對 女生都還在吃炒飯 對 很明顯呢 想要吃 很明顯我們餓他們很久 我覺得他們滿餓的 天長 可以換吃甜食了 快拜託了 啾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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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放下 妳看姐姐想出去吃炒飯對不對 最快趕快吃甜 那妳吃一口甜食 等一下讓妳吃炒飯 光是Jasmine就讓我整個 信心大成 真的 好 她要吃甜食了 那個 Rachel我們來吃這個甜食好不好 等一下可以再吃這個 等一下還有 來吃這個 一口吃掉 1 2 3 好棒 最厲害 好 有沒有想睡覺 最早吃完就是肉依好不好 好囉 好 大哥你有吃嗎 Ryan 有 有嗎 再吃一小口就好了 好 四位確實都已經吃了 我們的評審場還在品嘗 Jasmine 你還好嗎 這個 吃完了 我知道你最喜歡甜食了 好囉 那我們要來投票囉 可以嗎 好 還沒還沒還沒 不是輪到你 那個 Ryan先來好了 她怎麼會多一隻啊 收盤 這個應該是Jasmine Jasmine 這是你的 你的 給你 你看 好 Ryan你準備好了嗎 右邊是甜的喔 左邊是鹹鹹的喔 等一下要投票之前 以理先幫我們預測一下 好 其實今天這兩道啊 我先講解 我想要 我覺得阿布搞不好會贏 對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覺得是甜食會贏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今天我吃它的炒飯啊 第一個它沒有那種魚的味道 然後另外它香香的 對 而且它整個那個口感吃起來是QQ的 我覺得小朋友會喜歡這種主食類的東西 對 然後但是它的甜點啊 我覺得Vicky姐的甜點 它有一點點變冷了 然後吃起來 我覺得因為它是用南瓜 那今天可能因為今天南瓜沒有這麼的甜 所以相對的 可能跟小朋友喜歡的甜 可能有一點點巨量 對 所以今天我想要拆阿布可能會 真的假的 因為通常如果來我們節目的來賓 只要做甜的 大部分都可以騙過小孩 真的 好囉 到底 今天就是走實力的啦 對啦 就是實力 因為一個是大人的口味 一個是小朋友愛吃的甜食 到底誰會獲勝呢 那個Ryan 你知道右邊那個是甜甜的南瓜的那個 然後左邊那個是炒飯 很香的炒飯 你決定了嗎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去桶片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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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通常會投鹹的耶 她喜歡吃鹹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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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難以捉摸 真的超難捉摸的 對 真的搞不懂 她幾乎沒有投過那個甜的 真的假的 她是鹹食人耶 真的 I love you 來 瑞瑞來 這個瑞瑞就是鐵票 瑞瑞鐵票啦 她投給你 她如果沒有投你 我真的要哭了啦 對 好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知道 好 請投票 什麼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是串通好的是不是 不是 妳為什麼要戴Roy 妳是Ryan吧 妳戴Roy的面組是不是 等一下 Roy 你們兩個剛剛去偷會衣服是不是 Roy妳跟依佩姐姐講 妳不是很愛吃甜的嗎 沒有 妳不是很愛吃甜的嗎 我要哭了 妳知道哪個是甜 妳知道妳投哪個啦 我投 妳喜歡吃鹹的 妳怎麼可能 我這輩子認識妳 妳都沒有吃過 喜歡吃過鹹的 妳告訴我輸的 妳告訴我輸的臉在哪 天啊 不行 她只要有人做鐵票 她一定是甜的 本來是妳的鐵票耶 對啊 這鐵票耶 我不甘心 雙腳進來跑跑 這個票倉不好 所以接下來兩個小女生 是關鍵點 但是 兩個小女生當吃鹹食 都一直 對啊 她們兩個follow的算實話 對 好 她已經自己就定位了 Rachel 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對 到底今天到底會是平手 還是阿富會獲勝 我其實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會得到兩票 甚至上 我真的也沒有想到說 對 目前Vicky姐竟然會先落後 對啊 因為我想說 妳都已經端出甜食了 對 呃 評審長 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那鹹的跟甜的 兩個口味差那麼多 妳不覺得難以抉擇嗎 不會 妳確定 確定 所以 妳心裡已經有了答案 對 請投票 喔 NO 我要哭了 YES YES 她在猶豫欸 等一下等一下 妳確定要投那個是不是 確定嗎 還是妳有猶豫 沒有 妳要改變 妳要改變心意嗎 她在做節目效果 喔 節目效果 不行 我的手 好不好 謝謝妳 謝謝 好 請回座 那個Roy Roy 你來過來 Roy過來 Roy 我想採訪妳一下 過來啊 Roy過來 她其實是今天 扮演最關鍵的一票 對 過來 我有事要問妳 很想採訪妳一下 妳要給妳採訪 妳告訴我 鎖在哪裡 但對妳來講 會很shock的嗎 會 因為 妳知道嗎 妳們一直在跟我說 她是甜點王 而且她知道 只要節目上有做甜的 就一定會得到她那一票 我想說穩定了 我就算今天 沒有得到其他三個人的票 我得到她的鐵票 我也就妳知道 一票不會怎麼樣 我也完全不懂 今天小朋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今天甜點王 竟然投了鹹食 對 而且愛鹹食的人 竟然投了甜點 妳的那一個 唯一的那一票 竟然是從來不投甜點 哪還怪啊 Ryan妳要親外人 妳去親Vicky阿姨一下快點 抱一下 抱一下 妳是因為我是SKY的朋友 所以妳就對我太遠 好啦 謝謝妳 其實今天兩道料理啊 以理都有吃過 其實兩道料理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所以呢 這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小朋友可以 適量的吃堅果 但是要注意囉 堅果是屬於油之類 所以真的不能吃太多 因為吃太多堅果會胖喔 今天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也謝謝林玲 你告訴我 謝謝這位小朋友 我們就是娛樂的班 再見囉 拜拜 Vicky姐妳要哭了對不對 我輸在哪 妳說